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日本作家东野龟武的小说《解忧杂货店》 众所皆知,东野龟武是日本当代最富盛名的推理小说家之一 他以处女作《放学后》获得了第31届江湖川乱布赏 代表作《嫌疑犯X》的现身 更是难过了日本三大推理小说年度排行榜第一名 不过对于以推理小说家身份成名的东野龟武来说 《解忧杂货店》算是相当特别的作品 因为即使在最宽泛的意义上 我们顶多也只能说这是一部悬疑小说而非推理小说 可是这本书所获得的好评竟然不下于前面提到的两本代表作 更号称是《东野龟武最赚人热泪》的作品 除了小说销量达到800万册 更改编成了不同语言的电影和舞台剧 影响力极其惊人 今天我们就要从几个角度来谈谈 这本书究竟写了什么样的故事 又为何受到如此热烈的欢迎 让无数的日本人为之感动落泪 《东野龟武》写作这本小说的用意为何 他如何穿真引线 以小人物的故事引领读者理解日本经济的变化 他提出了当下哪些日本社会的尖锐问题 他又是怎么解答这些难题的 现在就请跟随我的声音 一同了解故事发生的背景吧 去那间废弃的屋子吧 2012年9月13日凌晨 祥太 敦野 姓平三个人抱着沉沉的手提袋 走向煤店的旧款皇冠车 在深夜的停车场中商量着该到什么地方等待天亮 他们三个人刚刚行窃了一户有钱人家 没想到在逃离现场的路上 车子意外抛锚了 在祥太的建议下 他们躲进附近一处废弃的老屋 门口的招牌上写着浪式杂货店 就在他们查看环境的时候 敦野发现 有人从门口投入了一封信 落款出写着月兔两个字 三人瞬间紧张起来 战战兢兢地打开一看 原来是一位准奥运选手的咨询 他的男友身患绝症 时日无多 他想多陪伴男友 但是他又不希望影响选手资格赛前的紧凑训练 正在自己不知该如何是好的时候 听到了浪式杂货店的传闻 因此抱着一线希望 写下这封咨询信 三人读完了信 一头雾水 这封信既不像是恶作剧 更不像是警察的试探 敦野找出屋中的杂志 发现其中一篇报道的标题是 解决烦恼的杂货店 文中写道 这家能够解决任何烦恼的杂货店 只要把想咨询的事情 写在信里 晚上投进卷帘门的信件投递口 第二天就能从店后的牛奶箱里 得到答案 这间杂货店 说的正是浪式杂货店 在日文里 浪式这个词的发音 和烦恼这个词的发音 非常相近 因为附近孩子的谐音玩笑 才催生了烦恼咨询这样的业务 小偷三人组 终于弄清了那封信的来历 一番争论后 他们提笔写下回信 建议他带着男友一起参加集训 没想到他们的回信 刚刚投入牛奶箱 就立马消失了 在门口 立刻又出现了一个 署名月兔的信封 这时 三人才察觉 是有蹊跷 仔细想想 月兔说 自己要参加明年的奥运会 但伦敦奥运几天前 才刚刚闭幕 从回信的内容看来 月兔似乎也不知道 手机的存在 现在 真的还有这样的日本人吗 三人心中的疑惑 越滚越大 最后 根据种种反常的迹象 他们终于确定了 这是一封 来自过去的咨询信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这间杂货店的时间流速 与外面不同 小偷三人组 正在和过去的人通信 紧接着 他们根据第四封来信 透露的资讯判断 月兔要参加的 应该是1980年的 莫斯科奥运会 可月兔还不知道的是 日本最后抵制了 那间奥运会 也就是说 月兔无论如何 都参加不了奥运会了 从结果来看 月兔当然应该去陪伴男友 然而 在不能透露未来的前提下 要怎么说服月兔才好呢 小偷三人组 只能一再用 越发强硬的措辞 要月兔和男友 放弃参加奥运会的念头 好好陪伴对方 但是月兔另有苦衷 而犹豫不决 让他们无法自拔地陷入到 书信往返的漩涡之中 现在他们终于知道 这家浪市杂货店 是由一位叫浪市爷爷的人经营的 他长达几十年来 与前来咨询的人通信 努力解决他们的烦恼 但是他在七八十年代 就生病住院了 无法再为新的客户解忧 却仍然有源源不断 找上浪市杂货店的人 此刻 小偷三人组 在这个地方穿越时空 读到了浪市爷爷 与客人之间的信件 但他们也读到了 浪市爷爷住院之后 那些没能答复的信 于是 他们决定 帮浪市爷爷这个忙 与过去的人通信 此后 又接到了另外两位客人 棘手的咨询 第四章的主角 浩介 年少时是劈头式的粉丝 他用来播放唱片的高级音响设备 来自他富裕且西化的父母 告诫的家 位在高地 是一栋西式风格的二层小楼 院子里铺着草坪 在天气晴朗的日子 全家会在那里烧烤 父亲公司的员工 也会来参加 对于日本未来的经济发展 浩介的父亲抱着 绝对乐观的期待 也十分享受现有的生活 无数的名表名车 精品与高档衣饰 这种乐观的精神 与近乎挥霍的生活方式 在面临1973年 第一次石油危机以前 普遍存在于 日本的心腹阶层中 战后的日本 经济起飞 自然需要放在冷战的局势中理解 战后初期 美军对日本多有打压 然而 随着国际关系的变化 冷战格局兴起 以及中国共产党 在内战中赢得胜利 美国的对日政策 发生转向 开始进行援助 试图将日本改造为 美国经济体系的一环 以发挥日本作为远东工厂 以及共产主义运动防线的作用 韩战越战相继爆发 美军大量的军事后勤需求 消化了日本生产的大量商品 刺激了日本工业的发展 在1960年至1970年间 日本的工业生产 年均成长率为16% 国民生产总值 年均成长率为11.3% 1968年 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 甚至超过了西德 成为资本主义阵营中 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根据资料指出 当日本政府成功申办 1964年夏季奥运会后 耗资30亿美元 新建相关硬体设备 在公共建设方面的间接投资 更达到9600亿日元 房地产市场迅速发展 强力拉动经济增长 而1960年开始 为期10年的国民所得倍增计划 仅用了一半时间便达成目标 将国民生产总值增加到26兆日元 我们可以合理推测 浩介的附近 应该就是这一波又一波 经济成长下的受益者 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 在1970年代后 日本的经济受到多次考验 1971年 大阪举行了世界博览会 人们做着当时 全世界最快的路上交通工具 新干线 来到会场 为日本经济的高速发达 以及琳琅满目 异想天开的科技产品 目眩神迷 上亿人 共同陶醉于成为世界经济霸主的梦想中 与此同时 浩介无忧无虑的富裕生活 逐渐乌云盖顶 劈头是毫无预警的解散 正如同浩介 毫无预警的被告知 要连夜搬家 面对一心逃避债务的父母 浩介失望透顶 他决定向浪使杂货店咨询 希望借此走漏风声 打乱父亲的计划 在回信里 浪使爷爷请他相信父亲 只要全家人同舟共计 一起回到正路上来 也完全有可能 无论现在多么不开心 你要相信 明天会比今天更好 那个天真的浩介 与乐观的浪使爷爷 就像当时天真而乐观的日本人 他们万万没有想到 两年后 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 等待着他们的 只会是更加艰困的处境 后来 浩介并没有听从浪使杂货店的建议 在全家连夜逃亡的途中 他跳上了另外一台卡车 从此开始了与双亲永别的新生活 一番波折之后 他来到了孤儿院 玩光园 在那里发展了木雕的兴趣 最后成为了一名木雕师傅 1980年代末 泡沫经济的繁荣 还一度带动了他的木雕生意 多年后 浩介再次回到自己出生的小镇 才知道 为了不让儿子被过去所束缚 在他逃离之后 父母便相邪自杀 同时伪造遗书 让警方以为浩介已然尸沉大海 第五章的主角 是同样曾在玩光园生活的少女 武藤秦美 她之所以写信给浪使杂货店 是因为她的养父母年事已高 经济拮据 身体又日渐衰弱 她希望找一份高薪的陪酒工作 多少回报他们的恩情 但是 她不知道该如何得到身边人的理解 那是1980年代初期 第二次石油危机造成的损害 仍在持续 相较于六七十年代的繁荣 日本经济远称不上景气 大学生的就业情形 也并不乐观 对于学历不高的秦美而言 陪酒 可以说是收入最优渥的理想工作了 许多经济发展史与性别研究 都已经告诉我们 当代女性独立意识的发展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女性自主的经济能力 大量的现代女性走出家庭 拥有自己的工作和收入 但问题是 即使女性开始走向职场 性别歧视也不会一息间消失 性别不平等 还是会深刻地影响着女性的工作表现 对女性较低的期待和职场天花板 让公司内部继续复制着 男尊女卑的权力结构 小说中提到 即使具备会计专业 女性员工在企业中 也永远只能负责端茶打杂 升迁无望 甚至被视为解决男性职员 婚姻大事的储备对象 婚姻依然是大部分女性的唯一出路 武藤秦美正是深刻感觉到这样的限制 才会毅然决然从事陪酒的兼职 但是陪酒行业真的又是一条光明的出路吗 小偷三人组作为局外人 无法理解秦美 只觉得这只是一个女孩子 一时冲昏了头犯下的大错 她们在信中批评秦美 只想用懒惰的方法逃避现实 而且陪酒小姐的工作性质 更会让她万劫不复 敦也的母亲就是一名陪酒小姐 但是她意外怀孕生子后 因为无力照顾孩子 敦也只能流落到孤儿院 敦也用母亲的经历 与自身的不幸 激进刻薄告诉武藤秦美 她指望成为陪酒小姐获得高收入 简直太天真了 人们的职业选择 是个人意志与复杂的时代因素互动的结果 小说在这里讨论的并不是对陪酒行业的丑化或者美化 而是从同事底层人的角度指出陪酒行业的困境 陪酒小姐几乎难以翻身 这不是个人努力不足的问题 而是存在客观条件的限制 好了 通过第四章浩介 第五章秦美的故事 我们隐隐约约能读到 在他们个人生命轨迹之后 有一个更大的历史背景 作者冬野归武的用意 便是要在编制一个又一个日本人生命故事的同时 编出一副战后日本历史的服饰会 对于通俗小说 许多人总有肤浅的偏见 认为这只是作者随便写写 用来消磨时间的没有所谓深度的读物 然而仔细阅读解忧杂货店 我们不难察觉到作者精妙的情节安排 以及对许多社会议题的深切关怀 就像在写他最擅长的推理小说一样 冬野归武在解忧杂货店中 其实处处巧妙地隐藏了 近代日本经济与政治史的线索 例如 小说的第一章回答在牛奶箱里 就通过店内收藏的杂志提到浪市杂货店 受理烦恼咨询的年代 日本正好面临第一次石油危机的威胁 而月兔原本打算参加的莫斯科奥运会 之所以被日本抵制 也正是在冷战局势下 因为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 日本响应美国呼吁而采取的行动 在第二章深夜的口琴声里 前来求助的客户是一位余电老板的儿子 他在传承余电还是追求音乐梦想之间烦恼着 这则故事牵涉到日本经济崛起后 社会流动性提高 社会与职业转型的问题 不过 生活在经济不景气时代的小偷三人组 却在回信中质疑他的梦想 过于天马行空 还是赶紧回乡继承家业为妙 小偷三人组现实的回答 投射了他们所身处的环境 让身为读者的我们察觉到 在日本经济停滞状态下 越来越艰难的生存环境 但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 在第五章的最后 东野归武终于揭露了小偷三人组的来历 祥太被家电商场毫无预警的裁员 现在只能在便利商店打工 勉强度日 姓平原本是汽车修理厂的员工 但今年五月修理厂突然倒闭 目前暂住员工宿舍待业 而敦野到前两个月为止 都一直在配件加工厂上班 但某天再度为总公司的业务疏失背锅之后 终于忍无可忍 甩手不干 类似的事情 已经不止一次发生在敦野 这样的底层劳工身上了 在1990年泡沫经济破裂以后 1997年的亚洲金融海啸 以及2008年的金融危机 接连重击日本 使得日本企业终身雇佣制的神话 终究无法再维持下去 近年 越来越多公司在采行绩效制的同时 提高裁员的频率 并大量雇佣派遣人力 劳动条件越发不稳定 就业品质越发恶劣 身处社会底层的小偷三人组 显然是一系列变迁的受害者 继秦美的故事之后 体现了2000年以来 日本经济进一步的恶化 这样的人物设定 显然有意引导读者 去思考劳动环境的问题 与底层劳工的困境 以及这几十年来 日本究竟是怎样阴差阳错的 走到如今这一步 我们可以清楚察觉到 无论同不同意作者的观点 节忧杂货店 并不只是一本天马行空 温馨感人的奇幻小说 更是冬野归武 对当代日本经济变迁的 认识与批判 接下来 让我们从节忧杂货店里 两种截然不同的家庭想象 更深入探索 冬野归武 对这一系列社会变化的思考 在节忧杂货店这本小说里 出现了两种 完全迥异的家庭想象 首先是以1970年代 也就是以昭和年代的 浪史爷爷为代表 强调家庭的价值 互相扶持的温暖 以及未来会更好的信心 对许多日本人来说 从战后到1989年的昭和时代 是个令人极其怀念的光辉象征 一个古老而美好的时代 就算称这份情感为昭和神话 也不为过 在国际社会中逐渐增强的影响力 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 艺文领域的蓬勃发展 那是一个只要努力付出 就会有所回报的时代 整个社会都笼罩在一份 没有期限的 积极乐观的情绪之中 家庭价值被无限放大 用以安抚人们高强度工作的辛劳 明天会更好的承诺 则提供了源源不绝的劳动热情 这样的价值观 尤其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 难免显得有些天真与迂腐 但这确实就是1970年代 日本人普遍的时代感受 另一种家庭想象的代表 则是生活在2012年的 小偷三人组 他们在顽光源孤儿院长大 看尽疏离破碎 亲子失和的家庭 秦美在信中也提到 他在孤儿院里见过许多 被亲生父母虐待的孩子 或者养父母只是冲着补助金 才收养小孩 连饭都不给孩子吃饱 这样的家庭经验 显然与昭和神话截然不同 两种家庭经验的轮番出场 正是时代变化的具体表现 双方关键的交汇点 出现在第四章 也就是浩介与浪士杂货店的对话中 当浩介请教浪士爷爷 今后该何去何从的时候 浪士爷爷在回信中 是这么说的 关于家人 我的基本看法是 除了积极向上的旅行 家人应该尽可能在一起 因为反感厌倦等理由而离开 不是家人应有的姿态 产业潜逃不是好事 如果可能应当终止 但如果做不到 我个人认为 你只能跟着父母一起走 虽然在你面前什么也没说 但你父亲一定做了相当充分的思想准备 他这样做 没有别的目的 纯粹是为了守护家人 而在他的身后 默默支持他 则是你和你母亲的责任 最不幸的事情 莫过于因为趁夜潜逃 一家人最后分崩离析 那样就真的是一无所有 逃跑绝对不是正确的选择 但是要全家同舟共计 一起回到正路上来 也完全有可能 无论现在多么不开心 你要相信 明天会比今天更好 然而 浩介并没有听从这个建议 他对父亲充满不屑 选择离开父母独自生活 浪使爷爷所说的 为了家人而奋斗的信念 更是一息落空 然而 等到三十几年后 浩介在得知 父母为他走上绝路后 才一改对父母 尖酸刻薄的态度 开始懊悔 没有听从浪使爷爷的建议 于是他决定写一封感谢信 给浪使爷爷 在信中 浩介掩盖了自己离家出走 和父母双双自杀的悲剧现实 反而为了安慰浪使爷爷 虚构了一个 颇有昭和色彩的故事结局 家庭成员携手并进 共同化解危机 最终脱离苦海 走向大团圆 如果我们仅仅把这个举动 视为老生常谈的温情号召 就忽略了东野归武 对当代日本社会变化的深刻观察 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 在解忧杂货店 奇幻悬疑的情节背后 东野归武想要处理的 其实是近代日本社会转型 这个庞大而复杂的议题 那么作者就不得不面对 在剧烈变化的转型时代中 个人安身立命的具体问题 在经济不景气 传统家庭崩解的时代中 每个人要怎么面对他们的生活 我们不妨将第五章 《来自天上的祈祷》 视为作者的回答 面对同样出生于顽光源 一心报答养父母恩情的武藤秦美 小偷三人组在左思右想之后 为了打消他专职陪酒的念头 决定向秦美透露 未来数十年的经济发展 我们都知道 在那之后的八六年到九零年间 日本迎来了空前繁荣的泡沫经济 虽然在九零年后 经济泡沫破灭 但那同时也是互联网出现 电商新奇的初期 小偷三人组让秦美在最好的时机 进入房地产市场 又在最正确的时刻 将所有不动产脱手 然后从中获取利润 并创立公司 成为互联网时代的赢家 通过这封跨越时光的预告信 冬野归武成功拯救了一名 差点人才两师 甚至沉沦到社会底层的少女 彻底扭转了武藤秦美的命运 但是这封来自2012年的密函 在另一个层次上 也未尝不是作者 对少女坎坷人生的 彻底投降 这又怎么理解呢 因为在我们生活的真实里 我们根本不可能 找到这样一间杂货店 找到这样一封 带领我们 趋吉避凶的生存指南 武藤秦美 最后令人称现的成就 不得不说是小说家的慈悲 也是小说家的软弱 这是一份美好的空头支票 在他所暴露的社会问题面前 他选择了用玛丽苏情节 化解一切的疑难杂症 最后 让我们看看 浪史爷爷对小偷三人组的回信 这封信 是浪史爷爷本人 亲自回的最后一封信 以下这段话 是给吴明氏朋友 我这个老头子 反复思索了 你特地寄来一张白纸的理由 因为我觉得 这一定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不能随随便便的答复 我开动了快要糊涂的脑筋 想了又想 最后理解为 这代表 没有地图 你的地图 是一张白纸 所以 即使想决定目的地 也不知道 路在哪里 地图 是一张白纸 这当然很伤脑筋 任何人 都会不知所措 可是 换个角度来看 正因为是一张白纸 才可以随心所欲地 描绘地图 一切 全在你自己 对你来说 一切 都是自由的 在你面前 是无限的可能 这 可是很棒的事啊 我衷心祈祷你 可以相信自己 无悔地 燃烧自己的人生 在小说里 一直在社会底层打滚的小偷三人组 借着帮助他人解决困难 第一次感受到自己存在的价值 而解忧杂货店 便以三人读完这封信后 眼中闪烁的光芒作结 但作为读者的我们 除了一起感动流泪之外 不得不多想一层 这样诉诸温情 诉诸自由的乐观论调 在无预警裁员越来越频繁 在劳动环境越来越恶化 在生存条件越来越困难的当代 显得多么苍白 多么像是无可奈何的自我催眠 这就像是冬野归舞 在面对饱受经济 不景气冲击的年轻人时 读了一篇励志鸡汤文 要那些失业或者低薪的年轻人 相信自己 相信自己的潜力 在这个充满无穷选择的时代 可以自由尽情地展开自己的人生 一时间你听了可能也会眼眶含泪 仔细想却会发现 其实除了鸡汤以外 什么有用的建议都没说 透过近三百页篇幅 小说家说完了他对这个时代的提问 但他终究来不及 也给不出这个问题的答案 或许这才是那个空白地图的隐喻 真正的含义 我们都要拿着这张空白的地图 面对茫然的未来 左突右撞 这条路也许确实是自由的 但可能也是饱含伤痛心酸的 这是我们个人的 也是集体时代的命运 好了 这本解忧杂货店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听 如果您还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给我们留言